偏向艺术美感育苗影 以艺术领域三大内涵 音乐 视觉艺术 表演艺术 进行生活美感课程设计 以创新课程为基础 进行职前师培生教学专业韩育 偏向美感课程教学与体验 这次东北角五校 共54位学生参加 今天举行成果展现 也看得出孩子丰富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 那今天所有小朋友 在这里真的学到了群姓 那也感谢小队府们真的很用心 你看队府们都流下了 这个难忘的眼泪 那小孩子的表现非常好 在这里除了艺术的融入美感之外 他们也交到非常多跨校的好朋友 希望孩子能够留下 非常难忘的回忆 我觉得这五天的活动很有趣 因为可以认识其他国小的同学 然后也可以认识台艺大的老师 然后也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例如做蝸牛 然后拍广告 然后还有嘻哈音乐等等 我比较喜欢做链土 因为可以做成自己想象的形状还有东西 那这五天有没有有交到好多朋友 有啊 交到了很多啊 那个老师都有BBS给我们看 我们这样子知道英文课 和一些音乐课要怎么上 那么我觉得这次夏令好不好玩 好玩 虽然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 但却是让学生收获满满 随后进行的结业式 更是让大学生和小学生哭成一片 心中满满的不舍 已经培养出好默契与好感情 场面温馨感人 张老师的音乐课 他有 有声明信片 我觉得很酷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认识他 因为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本来都不认识 然后之后 从到现在 现在彼此都已经非常的熟悉 所以感觉第一天 就好像像是一年前一样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那我相信这次的课程 除了美感的感受 以及技能的提升之外 更重要的是 偏向五校的孩子 可以一起交朋友 做朋友 我想这个艺术美感的学习 可以融入在生活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 音乐表演跟视觉三个领域 所以当然他们自己 本来学校可能就会有这些课程 但我们希望可以是 有很多跨领域 然后或者是表演 不是只有身体的表演 可能还有声音 或者是摄影 对 然后就是会从 更多不同的艺术的角度 去交给他们不同的东西 校方表示 偏向的学校人数并不多 但这次借由 跨校混零的团队合作 让学生也结交许多朋友 更重要的是 偏向艺术美感里 最重要的就是美感 美感即是对生活的感受 这些失陪生 带着孩子做很多观察 和生活周遭的感受 所以课程都充满创意 和贴近生活 提升学生对于生活的洞察力 让美感即生活 我们下课了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